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在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鬥 討論新聞時事 那麼今天的新聞 首先我們先帶大家來關心國際消息 我們知道夜門叛軍這個禮拜 才在鴻海地區展開最大規模的空襲 沒想到伊朗的海軍後腳 又在阿曼的外海扣押了國際郵輪 這一連串的行動 當然也讓美國跟英國忍無可忍了 在週五的凌晨就直接展開攻擊 出動了戰機 還有戰俘徐飛彈等等 直接要打擊夜門武裝叛軍的基地 而這一次的行動之前 其實拜登政府沒有事先告知 美國的國會也迎來爭議 我們今天開始的消息消息 美國正在中央中央中央 一時美國官員告訴 CNN 現在美國軍隊正在掌握 一時美國軍隊正在掌握 戰艦和飛彈軍 在加上 夜門叛軍多個據點 是Ohlin 神烈焰沖天 慘遭英美聯軍撫曉空襲 他們在五個地方 如果不是更多 在在佐菜 州 北方 包含弹道飞弹 巡异飞弹 及无人机载具等发射设施 以哈战争以来 由伊朗撑腰的叶门叛军 多次袭击鸿海商船 这礼拜还发动最大规模攻击 美国英国任无可忍 直接打击地上目标 拜登政府开炸夜门 展现危机力量 不过美国内部出现杂音 因为这波空袭前没有征求国会授权 有可能扩大区域冲突 近期洪海局势升温 伊朗前脚扣押希腊籍邮轮 以报复美国去年没收违禁运载的伊朗原油 事隔一天英美随即空袭 夜门叛军 不让伊朗及其撑腰的组织继续作乱 好 现在全球局势动荡 二乌战争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 在周三的时候 无预警的现身在立陶宛的首都 就是要商谈合作 还有欧盟援助等重大议题 但是呢 俄罗斯也趁着泽伦斯基不在乌克兰的时候 对乌克兰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发动攻击也造成了十一人受伤 俄罗斯西部部队连环发射D30榴弹炮 在战场上猛攻乌军阵地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十号晚间再度遇袭 消防队员拼命洒水 试图扑灭零星火势 眼前建筑汽车全都被烧成焦黑色 二军发射两枚S300飞弹 击中当地一家饭店 造成十一伤 其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 就连前来采访的土耳其记者 也在这起攻击中受伤 二军这回又是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不在家的时候发动空袭 泽伦斯基10号吴于锦突然现身在立陶湾首都维尔纽斯 要来向盟友求支援 为了满足战场上乌军急需弹药的需求 泽伦斯基不止和立陶湾签署了双边联合生产武器合约 同时继续向西方世界喊话 高汉如果乌克兰输掉战争的话 莫斯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国家 因此立陶宛国防部长在X平台上 po文宣布 这个月提供超过2200万欧元的军援 CNN分析泽伦斯基之所以 在2024年第一次出访选择到访波罗的海三国 就是因为这三个前苏联国家 现在都属于欧盟和北约成员 这让欧洲知道既然有先例 乌克兰也有机会迈向加入欧盟和北约 欧盟27个国家则初步点头同意 建立未来四年的金元乌克兰新方案 总金额上看500亿欧元 大约台币1.7兆元 美国也有望通过卡关的原污预算 而最近才被西方世界抨击拿北韩飞弹 打乌克兰的俄国总统普京 现在跑去俄罗斯最东边的 楚科齐自治区进行考察 这是他首次访问该区 与此同时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在被遗坚北极流放地后 首度透过视讯出庭 纳瓦尼面带微笑出庭 不只向记者们问好贺新年 他还大开12月莫斯科名流半罗 爬丑闻玩笑 似乎就是要戳普京的痛点 只是普京关了他 国内还是有千千万万个纳瓦尼 一名俄国男子胆子超大 在莫斯科红场上高喊荣耀归乌克兰 他随后遭警方驾走 只是向来敢挑战普京的人 最终下场都不是很好 也让外界担忧他的安危 TVB新闻综合报道 明天就是投票日了 而这一次台湾的大选 也牵动了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外媒也相当的关注 候选人的两岸政策 英国的金融时报则是报导 拜登政府有意在选后 由这一个退休的人组成代表团 来拜访台湾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学者就分析 比较有可能是 美国想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而且也希望在美方 主动关切之下 确保台海稳定 外媒记者犀利提问 选前最后关键时刻 各阵营的国际记者会陆续登场 必考题是两岸政策 不知道您能不能说明说 到底台海战争风险目前 是最大的责任在于谁的身上 从文攻武嚇到 归附互动的可能性 包含一国两制统独问题 全都问 我对大陆 对大陆的任何意图 我从来没有存在 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我的认念 不会刺激统一问题 台湾 已经是一个 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 而英国金融时报更报道 拜登政府打算派代表团 在选后访台 人选是前副国务卿 史坦伯格 与小布希时期的 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里 我觉得美国有点像是一个 预防性的措施 一方面向台湾人民 表示美国的支持 二方面也等于是向 两岸的政府释放出 美国希望 不管选举结果怎么样 台海都应该在 美国的主动关切之下 可以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 学者解读 这也算是 美国风险控管的一部分 但是会不会引来 中国大陆激烈抗议 美方也有考量 美国派这样的一个访团 根据过去的经验 他们都会强调 他们是美国私人的访团 他过去本来也会派 而且也都是派退休的官员 派出已无官职的退休官员 大大降低敏感程度 而关于这次台湾大选 各家外媒切入重点也不尽相同 英国BBC以中国大陆想要的台湾 正在消失为标题 报道事态差异如何影响选情 CN的报道则发现 中国问题已经不是年轻人在选战中最关注的议题 法新社则聚焦在台湾选民面临大量亲中假讯息 日本NHK的专题则以中国问题兵役 还有青年问题 抓出台湾选战三大重点 不管投给谁 应该短期不会战争 这是我的觉得 因为其实战争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你其实你真的是要回归台湾本土的需求 跟整个的脉络 你才会真正可以替台湾做点什么事 美联社以及路透社都分别采访台湾民众对选举看法 看出对选情的重视 而此时在美国也有不少角力战 我驻美代表于大雷与众院议长强声会面 而此时大陆外交体系更是全面动员 拼命向美国划红线 中国大陆外交部的最新记者会更直接把台湾大选问题 列为内政议题 不算外交事务 拒绝回答 大陆近日展现更强异的语言和姿态 也让这一次台湾大选成为国际头条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今天已经是选前的最后一天了 先前曾说要做统估的郭台铭 在今天到底有没有表达他的支持动向呢 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网络有疯传一封信叫做台湾阿民公开信 里面就呼吁选民支持侯康佩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呢 他是由这个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来代笔的 而当然了这一个郭台铭办公室呢 也说这一封信呢 并不是郭台铭的本意 选后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而宣明志也说这一个这封信呢 是他跟郭台铭非常好 他也很贴近郭台铭的想法 但是呢现在有趣的是 这个宣明志呢 鸿海也证实了 后来还是有邀请他参加鸿海50周年的晚宴 所以这也让外界是物理看花 那么另外在今天昨天晚上呢 我们知道是屏东县议长周点论的女儿周梦荣 也在脸书上说 郭台铭11月的时候曾经有打给他 说政党轮替不能支持柯文哲 而周梦荣今天受访的时候 他就讲哦 其实郭台铭在去年11月24号之后 就有跟他说 如果柯文哲要找他的话 请柯文哲先南下找周点论 郭台铭才会考虑要接见 而对于郭台铭的支持动向 赵绍康怎么觉得呢 赵绍康则是说 对于周梦荣的说法呢 郭台铭他没有否认 这就是默认了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则是 就是意跟先前的态度是一样的 认为说只要把郭台铭当朋友的话 就不应该为难他 而其实呢 周梦荣在今天下午出面受访的时候 他也有讲到说 昨天才发文今天早上 父亲周点论就被借提了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司法的 司法的恐吓 屏东县议长女儿周梦荣 面对镜头讲到哽咽 所以当当我们妇女受到郭董 守护中华民国的召唤 我不会退缩 他翻墙进来的时候 检察官还没有到 所以我想问问各位国人 这样子是正常的司法程序吗 质疑自己的郭董挺侯文 一出后父亲周点论就被司法追杀 托文郭台铭去年十一月二十五号 打电话给他说 不会也不能支持柯文哲 因为支持他就是保送赖清德 更是葬送中华民国 投票最后倒数 郭台铭动态扑朔迷离 有的说是通电话帮转达 还有的是帮写公开信 但郭办发言人黄世修博士 这信是冒名所有言论凭空捏造 选后将采取行动 对此宣明是说 和郭董十多年交情 这信绝对是最接近他的想法 而郭董已经不选 哪有什么发言人 那郭董动念想选 第一个接触的人呢 我没有联系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联络 当然大家都期待 会不会如愿 没有人知道 看来就算以气选人 有没有出现 2024这仗 郭董仍然没缺席 T恤秀的林亚南 李国政壮开 约身小组 台北藏不倒 好讲到台湾的选举 我们也知道台湾选举 其实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文化 甚至是一些口号 那当然了 外国媒体要报导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上一些困难 像是我们常讲的动算 外国媒体这个要怎么翻译呢 我们TVBS也实际访问到外媒 原来很多台湾人非常熟悉的一些 选举词汇还有概念 对外国媒体来说 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他二人最熟悉的动算声 第一次听到的外媒补沙沙 外媒觉得新奇 纽约时报跟撰文介绍 台湾选举文化 动算记者直译 在英文里面 我们并不会喊某人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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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这样的口号的模式 专家指出 这跟东亚社会善用口号选举 很有关系 在造势场合上 常常大会喊 好不 对不 英文没有 OK 谁谁谁 加油加油加油 快要赢了 在英文里面并没有 笨笨的接喊 哦呦哦呦 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另一个原因是台湾选举场 很常说台语 蒙的很多 比如说那个 总统好选人 就好酸林 就我第一次听到说 怎么有酸什么东西 就以为他肯定是一种 就是肯定不是指一个人 不过台湾常用的选举词汇 英文也不是没有 例如 契保 Strategic Voting Sir Yateng 透过协商 瓜分利益 则是Corrupt Bargain Strategic or Tactical Voting 是什么我们很熟悉 尤其是在台湾有一个 第一次通过协商 的系统 像台湾有 在台湾的系统 没有关系 谁得到50% 但谁得到最多的选举 所以想要工作 背景 或认为我们认识 政策 很限制 也不是新的概念 有些军事词汇用在选举 专家觉得太贴切 我们或许觉得很稀松平常 但这选举成了台湾独有的特色文化 TVB的新闻 无论留情提议 看不到 好 今天是候选人 最后的冲刺阶段 我们来看到的是 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跟吴欣盈 他们连续11天的车队扫街 最终站来到了 是台北市的文山区 有球队的学生 看到柯文哲就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热情 而吴欣盈在车队扫街的时候 则是频频的发射爱心 但是却一度忘记了 自家小鸡张奇路的 备好吗 热情的小朋友们又来了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跟搭档吴欣盈 车队扫街最终站 挺进文山区 不管是政大周边 等公车的还是做生意的 边拍照边给在站车上的 柯文哲加油 更不忘呼吁大家上凯道 我们晚上凯道见 主席晚上凯道 选前之夜在凯道 民进党前一晚号称二十万人 是否造成压力 柯文哲没给答案 又得再度面对文山 来音票仓的反对声音 接连车扫十一天 控制想必已经习惯 不过原本无法举起的右手 似乎也恢复了 有可能比较好一点吗 现在几个起来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草 谢谢 充满活力发射爱心给大家 在后头站车上的吴欣盈 卖力拉抬自家小鸡张其路 不过 虽然一时忘了张其路的号刺 但占有的立员成绩 他可是记得牢牢的 选前最后冲刺 吴欣盈的活泼拉票 跟柯文哲的阿贝风格 要扩大支持 把人气转换为选票 PVBS新闻话商品一批 台北报道 好选战最后一天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最副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跟肖美琴的合体 最后的催票时刻 他们来到的是台北市 那当然了也跟着小鸡一起 在车队扫街 当然不少的骑士看到他们 也停下来为他们加油 但还是有人对他们道赞 经过路口即时停下来 高举胜利首饰 2024选战 民进党赖清德 肖美琴 车嫂最终站 北市合体 沿着忠孝东路经过闹区 尤其在东区 不少年轻人站出来 还有民众隔着窗探出头 更有对象驾驶摇下车窗 替赖清德 肖美琴加油打气 把握选战最后一天 黄金时刻全力冲刺 只不过 沿途也是有不少人比倒战 这标态率似乎也比前几天 在中南部还要高 北北队 巴西全上 美德赢台湾 台湾赢得美 回到北市 赖销从分禁合集到合体 象征要一起走入总统府 带着小金们一起上站车 只是缺了苗博雅 王世坚 在这之前 美德赢台湾 台湾赢得美 王世坚先单独和赖清德一起车嫂 难道是避免和肖美琴尴尬吗 不过最终站当然要从此 这个礼拜我跟美琴全国大车嫂 分禁合集 今天下午我们在台北市会合 那也跟巴西优质的立委候选人 在台北市团结在一起 我们呼吁全国美德都能够站出来 全力催票 只判能把街上的气势换成实际选票 我们刚刚看到赖清德跟肖美琴下午到台北市车队扫街 而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在今天一整天都是在台中扫街拜票 而妈妈市长卢秀燕也整天是请假陪同的 而其实原本侯友宜坚持不想喊出气宝 不过也在最后一刻释出了竞选广告 表示说没有办法接受民众党的绿白盒 更强调支持柯文哲就等于是放任绿营黑金贪腐 沿途民众伸出手 能握到的就不错过大选前的最后关头 侯友宜没在双北留守 车找外票巡回台中 连妈妈市长也请假出动 道市场像民众肯多贪商送上包纵 跟菜头侯友宜也做出这项承诺 侯友宜如果当选总统 做不好就不连任潘仑波的选民 关爱眼神就算曾经一度要合的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也到了该分手的时刻 抱歉了柯P 我们是真心想你 文哲说他可以绿白合 但我们不能 为了政党人替我们投最强三号 蓝白没有办法合作 我们用选票让蓝白合作 柯文哲主席如果继续要 立白合作 那就见证不是政党轮替 那是黑金贪腐 引来战争 这就不是政党轮替了 好选战最后一天 我们知道副总统候选人呢 在今天也是非常努力的 帮自家的小鸡来拉票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呢 在今天选前最后一天 来到的是高雄 他跟高雄第三选区立委候选人李梅珍呢 一起车队扫街 赵绍康也坦言 因为这个选前最重要的下午 把行程排在凤山左营 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 这两个地方是非常有机会的 而今天呢也有人问到他 会不会担心说民进党做票 赵绍康也坦言说他有看到 的确网路上有一些照片 是有票箱没有封底起来的 说这也是当然漏洞之一 但他也呼吁 这个选前开多少票 应多少票发了多少票 这些都应该要讲清楚 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呢 在今天早上呢 他先到的是这一个 树林陪同立委候选人苏巧慧 来车队扫街 而之后又到了淡水 陪何博文一起败票 因为我们知道上个月 何博文因为被指控认为 抄袭案被在人家大学撤销学位 那肖美琴今天也去帮他拉票 而街上有不少多支持者 也非常的热情 甚至有妈妈抱着小孩 冲出来帮他加油 海美下班上班族举其热情欢迎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赛武前进新北淡水车嫂吹票 支持着口号喊的声嘶力竭 也有不少民众特别停下来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肖美琴 不只一楼二楼以上民众也很嗨 还有妈妈抱着孩子也要冲出来 小美琴料理可以数次当起麦克风手 但在终点小尴尬 有民众比到赞 毕竟新北第一选区 何博文陷入论文抄袭争议 就被蓝营质疑 违反自家诚信条款 难道这也让肖美琴 在选战最后关键时刻 才再次来服选 就是尊重 我之前已经发表过声明 新北这一区真的是激战区 而且有象征性的意义 新北第一席是过半最关键 自认是民进党拼国会过半的关键 但同样在新北立委激战选区的 还有三重的李昆臣 要接棒余天未止 不过余天就回到三峡府选 心里的这个节依旧未解 因为部分屋就无关的名字 所以心情有什么 但是那一个策略就过了 那个个人的问题 但是选战民进党 为了我们台湾 为了我们台湾所有的佩市 为了台湾 就是要跳出来 对不对 顾大局选战最后关键 民进党分纪合集 职工侯友宜的本命区 全力拼团结 希望赢得胜选 TVBS新闻统区年轩新北常报道 1月13号 TV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8点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键带给您最深入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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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 好 没错 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3点 准时锁定我们TVBS新闻网的 开票特别节目 我们也会及时帮大家带来 最准确的开票数目 还有分析 好 另外我们来关心 日本媒体报道 有一名23岁的台湾男大生 他到日本的长野 野泽温泉村滑雪 没想到却意外摔倒 而且送医之后不致死亡 据了解这名男子当时滑的是单板滑雪 而且因为初学者 所以其实他也是有戴安全帽的 但疑似是头部受到强烈的撞击 导致重创 踩上滑雪板在雪地奔驰 但日本媒体报道 日前有一名23岁的台湾男大生 跟朋友到影片中 这处位在日本长野的野泽温泉村滑雪场滑雪 却在过程当中意外摔倒送医后不致身亡 根据当地警方指出 死者跟朋友滑雪 但出事前是独自一人 男子当时使用单板滑雪 头戴初学者安全帽 意外摔倒 头部受到强烈的撞击 巡逻队货报后将他救起送医 滑雪教练说滑雪初学者安全帽 其实跟骑单车还有玩滑板戴的类似 但侧边有两块软垫 保暖耳朵 保护上够用 但死者是否有其他的防护 有待厘清 除了做足防护 教练也提醒要结伴同行 尽量到人少的地方 新手要避免单板滑雪者 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 照滑礼的技巧 动作难预测 事故发生率较高 如果说是要去 又住在滑雪度假村 然后又要住在里面 又要租借 然后又要请教练 那可能价格就会 可能两天 可能要上万块台币 12月到隔年4月 是日本的滑雪季 尤其一月二月是旺季 其中北海道是粉雪摔倒 比较不痛受欢迎 而秋田东北长野 也是热门的景点 滑雪教练就讲 不熟悉学场的人 要学会看地图 陌生树林 到外区域 要有祥导带领才能去 但提醒滑雪市极限运动 技术不稳定 或是初学者 一定要上课 避免自己 也避免别人受伤 区别新闻 新闻想一捷台北长报道 在台南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有一名72岁的富人 她骑着电动代步车 结果没想到 遭到要右转的义影车给碾毙 家属就非常生气 说事发五天了 这个肇事驾驶 连一句话都没有 也质疑说 她要转弯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早打方向灯 而且疑似撞到之后 还有又踩油门碾过去 前方大车亮起刹车灯 灯号油红转绿 这时驾驶突然切了方向灯 才刚切马上就要右转 直接撞上电动代步车 富人当场卡在车底 送意不至 事发第五天 肇事司机到临堂碾乡 但过程中不发一语 从头到尾一句道歉也没有 让富人家属难以接受 认为对方完全没有评议 有许多大车都会行进这个路段 右转上国道 因此这边还特别立了一个告示牌 要机车歧视注意 这期死亡车祸发生在八号上午 九点左右 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上 靠近仁德交流道 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大 七十二岁的灵性妇人 要去卫生所拿药 回家路上四公里的路程 刚过第一个马路竟发生危险 家属质疑五十多岁的良性司机 说行车记录器坏了 究竟是不是脱罪的理由 只有找到更清楚的监视器角度 或行车记录器才能让画面说话 相关的肇事责任部分 贵人分局正调阅影像厘清中 死者家属在意的 不只是要还原事发过程 更重要的是司机事后的态度 一句对不起都没说 失去知情的家属心里怎么过得去 TVBS新闻 爱找醒您假议谈的报道 上周在彰化举办拔萝卜活动 不过没想到一次有驾驶 因为心肌梗塞昏迷 所以撞上前车 而当下呢 交管的园警也赶快上前救人 帮忙CPR 警民合作 幸好就会移民 还记得1月6号彰化分园农会 举办的这场拔萝卜活动吗 三公顷种满萝卜的农田 白萝卜在七分钟左右 就被拔光光 萝卜田里人潮聚集 而在旁边的马路上 却出现追撞事故 后车往前轻微撞上了前方轿车 两车的车损并不严重 但肇事车的驾驶却昏倒在车内 民众发现赶紧通知 旁边交管的园警上前 远警赶快拍照 回船通报 再赶去疏导交通 与引导119救护车靠近 就这么巧 这辆救护车本来要去另一个勤务 途中发现民众欧卡 情况更紧急 立刻停车救人 警方调查昏迷的肇事驾驶 许姓男子63岁 当天早上他载着妻女到分园参加拔萝博活动 妻女下车他自己去停车 等萝博拔完他再开车去接妻女 没想到路上疑似心肌梗塞 昏迷后追撞前车 救护车到场时他妻女也得知消息赶来 家人跟着上救护车将他送医急救 后来恢复了呼吸心跳 并接手心导管手术 虽然人还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中 但幸好有远警跟热心民众 接力为他心肺复苏 救回一命 TVBS新闻 陈志忠 许丽凡红采明彰化采访报导 好我们谢谢Daniel Donate 我们75块 他说王欣盈我肚子好饿哦 那现在可以赶快去吃午餐睡饱饱 明天早上记得去出门投票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今天是选前之夜 当然对候选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选前大肇事先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赖骁佩 在今天连赶台南跟新北两场 目前现场最新状况如何呢 我们赶快交给作恨 韩国瑜就会是立法院长 若你盖在这里跟这里 他就会坐在那里 跳头蓝白 架空未来 哈喽各位YT的直播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啦 所以我们现在举行大家来看到呢 就是在今天的选前之夜 民进党的造势晚会现场了 而其实呢在明天呢就是投票日 所以说呢其实在晚一点的时候呢 相关的竞选活动都会被禁止哦 所以呢其实在今天呢 这等于是最后的催票时间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今天呢 民进党呢举办的这个造势晚会呢 就办在这个板桥哦 那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外媒呢 其实现场也是相当的关注哦 透过我们的画面呢带你来看到哦 就是呢相当知名的日本的明星哦 他呢也是在现场哦 那主要当然也是为了呢 他这个节目来到台湾官选哦 而其实不只是这个日本的媒体啊 相关相当关注哦 其实我们在稍早的时候呢 也看到包含像是一些意大利啊 等等啊媒体呢 外国的媒体一路呢 是跟着包含赖清德下午的车嫂 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大造势的现场哦 那其实呢你也可以看到呢 说呢在现场这个造势晚会哦 虽然说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始 可是其实呢已经有很多的支持者 他们都集结在这边了 那其实板桥呢 这一次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包含国民党呢 他们也在距离不远的地方 举办了大造势哦 都选在同一时间 双方隔空较劲的意味 也是相当的浓厚 而赖清德呢 在拼这个选前之夜哦 可以说是南北跑哦 他是先会到台南来 这个他的本命区 举办大造势的晚会 就是希望呢 这些呢基本盘可以催出来 让他们呢出来投票 另外呢他马上呢 又会赶到新北市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哦 那当然呢也是希望说呢 可以让支持者呢 更加的团结 有凝聚力哦 在明天呢都一起出来投票 而今天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哦 在这个板桥的晚会现场哦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是板桥的第二运动场哦 所以他其实可以容纳的人数呢 还满多的 那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哦 那蓝营是在第一运动场哦 步行其实只有十多分钟这样子的距离 所以呢新北市哦 不仅是侯友宜的本命区 他的竞选总部呢 其实也设在呢 就是在板桥车站的附近哦 双方呢 这个较劲的意外还是相当的浓厚 好那我们知道 我们谢谢作恒哦 那我们知道说今天呢 选前之夜抢到这一个凯道前陆权的 当然就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了 那刚刚陆陆续 有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们说 凯道现在人已经非常的多了 现场状况如何呢 我们赶快交给品营 好了我现在的所在位置就是在凯道 这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他的选前之夜就在凯道 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 实在是非常的热情哦 而且他们的情绪是相当的高昂 这是柯文哲第一次参选总统 他的这个选前之夜 就抢到了凯道的陆权 而现在呢在现场其实凯道 很早人就已经塞满了 甚至人都已经把这个警服门的四周 全部都给包围了 所以刚刚在现场呢 他们也喊出现场已经过十万人 所以呢也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现场的民众哦 他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小草 这也是柯文哲这一次哦 他们象征的是小草精神 也因为他的支持者 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其实大家都是蛮有活力 而且很活泼 甚至他们在刚刚呢 是一直在跳这个炸猎舞的 那现在也因为人数是相当多 都是包围了整个警服门 甚至已经涌到仁爱路 所以柯文哲今天他也特别准备了另外一个舞台 是在警服门这个四面舞台 除了四面舞台之外 他们也在警服门周边准备了四面的LED场 就是要让民众可以清楚的看到柯文哲 以及整个晚会的这个表演 以及柯文哲的演说 而等一下柯文哲他等一下呢 大概在九点五后 就会跟他的副手搭档吴姓琳 一起来大进场 而今天呢 其实很多支持者 他们都是很早就已经来 像是有人他说 他是从屏东恒春过来 而且一大早八点就出门 就是希望给柯文哲来打气 来现场来给他加油 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现场也有相当多人 他们都举了白纸 因为柯文哲他们发起了白纸运动 要民众写下他们对台湾的希望 以及或者是想要写给柯文哲 或是吴欣怡 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许 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民众 他们手上是拿着白纸 上面都写着他们的一些 想要说的话 另外还有人呢 他们是制作了布条 这布条是有点在唱民进党 因为之前民进党的 这个台北市的党部主委 张茂兰就说 说民众党他们借了凯道 他们是没有这个屁股 就不要吃这个蟹药 所以今天呢 也是有人来举幕条来返敲 以上是现场对写 好那我们知道说 现场真的凯道 看起来非常热闹 选前最后一天 支持者也都非常的热情 那我们也谢谢品仪带来 第一手报道 好那我们知道这一次选战呢 其实区域立委呢 选举也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立委候选人 苗博雅 他在昨天晚上po出了竞选影片 不过这影片当中呢 有台北市文化局长 蔡思平过去的影片也放在里面 被质疑是蔡思平支持苗博雅吗 对此蔡思平也在脸书上说 这是他过去参加苗博雅的新书发表会 更要他拿掉这些没有经过同意的推荐画面和影片 去年11月立委候选人苗博雅的新书发表会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受邀出席 上台分享和苗博雅议会招手经历 直接就在画面两个月后被剪禁苗博雅的竞选影片里 蔡思平一早脸书直呼 早上起床吓了一跳 很多人问我支持苗博雅吗 蔡思平强调自己不会破坏维持新政中意的原则 已经请苗博雅拿掉未经同意的推荐画面和影片 同时也向同选区的老朋友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罗志强说不好意思 那这一次的影片是因为在上架的时候 误用到旧版的影片 那我本人没有亲自的检查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已经亲自跟蔡思平局长 已经打电话非常诚恳的跟他致歉 紧急下掉影片扫街控党也亲自致电 但对手罗志强就批评类似行为 已经不是第一回 在脸书发蔡思平推荐他 被抓包之后三文然后推给小编的错 底下放着金普冲的照片跟名字 我只问苗博雅 你得到金普冲的同意放他的照片跟名字了吗 反击苗博雅刊版抹黑又违法 选举最后关头互控澳部出龙 台中也有 我们已经请警方展开调查 所以请黄建豪不要转移焦点 有支持者跑来服务处反应 就是因为开到传单上头 趋势立委这一栏 庄静城后次 被填上国民党候选人后次 执意是遭刻意变造 对手也戳面自轻 我想我是要再次呼吁对手 这种东西不要自导自言 如果真的是我做的 拜托你去告我 那我真的这种事也不是我做的 大抢要告就告大选在即 司法单位也忙到不行 TVS宣传佩服台湾长报道 好选前之夜 同样也选在新北市板桥造势的 还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这里也是他的本命区 现场状况如何呢 我们赶快交给凯宇 好这位观众 目前现场呢 就是在这个板桥的地狱体育馆 那么呢 为什么会来这边呢 就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以及副手赵绍康 稍后晚间就会来到板桥这边 来进行最后选前之夜的大造势 从目前现场的状况可以看到呢 人潮正在慢慢涌进当中 因为现场呢 刚刚主办单位是透露 大约摆了将近三万张的椅子 不过呢 其实周遭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没有椅子的民众呢 其实已经都先在外面 standby准备站好 来一起参加这场 最后国民党的造势活动了 那么其实今天板桥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呢 其实今天民进党 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跟 总统候选人这个赖清德 跟萧美琪呢 其实也是在板桥 来做一个大造势 特别选在侯友宜的本命区 所以这个较劲的意味 可以说是相当的浓厚 那么其实今天侯友宜 也不是只有晚上这个行程而已 他白天的时候呢 是先到这个台中来拜庙 参乡祈福 那么再接着一整天的车扫 最后晚间的时候 再回到本命区 新北出席这场 迎回中华民国的选前职业造势晚会 那么其实今天这个现场呢 所有的国民党大咖 几乎都会全到了 包含这个党主席朱一伦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不分区立委第一名的韩国瑜 还有这个第一次上次在高雄 出来帮忙站台的前台大校长 管周敏也会预计出现 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 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所有的立委候选人 也都会一同来到现场 来替侯康做最后的大招式 希望呢在明天投下神圣离票 可以让国民党重返执政 那么预计侯友宜呢 将在这个晚会上会宣示 蓝白要共同合作 下架民进党 那么呢还有这个除了 政治除了选举的输赢 还要用行动来回报人民 如果四年做不好 他就不会再连任 这一次先把中华民国顾下来 把台湾顾好 让年轻人肩棒把票吹回来 才可以获得2024的总统大选 以上 好 谢谢台狱帮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选前倒数的黄金24小时 总统蔡英文呢 在今天也再度来到中台湾 来帮忙助选 先到了彰化来立挺 被称为小英女孩的立委候选人 吴英宁 之后呢又四度来到中二选区 立挺立委县立委候选人 这个林静怡 有帮他站台 谈言说真的有点为他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中章其实被视为激烈的立委战区 总统也大喊女力团结 感叹这回选总统都没有女生来竞争 总统蔡英文选前最后一天再冲中台湾 因为女生要挺女生 我们在中台湾 尤其我们彰化 世袭全拿 这世袭都是女生 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我们这世袭最后选出来都是女生 说让更多的女力到国会报道 总统特地南下彰化 帮被称作是小英女孩的吴英宁站台 打出小英挺小英 就连被称作是小英男孩的陈吉仲也来了 总统帮英系助政 怎么能少了隔壁台中的林静怡 今天是我第四次来到中二选区 我自己选我自己选总统都没有来这么多次 你知道吗 笑说跑得比自己选举还勤 总统第四度到台中帮林静怡助选 因为彰化台中都被列为绿营激战选区 这一次的选举中台湾是关键 而且林静怡这一席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真的很担心她了 所以我又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了 终于说出行来位 就怕小英女还选不上 总统把选前黄金24小时 放在中台湾助攻女力大将 喊出抢攻选票 一票都不让 台海局势紧张 当然这也让三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备受关注 我们知道赖清德主张 延续总统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不过她过去务实台独的论调 当然也让她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相关的质疑 而至于国民党则是上来高唱九二共识 但这一次也没有看到侯友宜把她当作主旋律 而至于柯文哲呢 她对于中国大陆喊出 该竞争就竞争 该对抗就对抗 不过美方对她仍然是保持质疑的态度 从南方欧的制高点举起镜头观察东部海面 能见度最佳时看到的不止远方岛屿 中共军舰进破国军主战舰艇海江战卫兵 数张照片还原了国防部新闻稿所说的监控硬处 军事迷李先生拍摄的当下 两岸情势正剑拔弩张 共军八月军演的时候 共军在台湾周边海域划分六个禁航区 然后其中一个禁航区就在宜然外海 然后我就发现说情况不单纯 于是就是带着相机还有残敲镜头 民众开始关注军情 是台海紧绷的氛围缩影 中国大陆持续加大武嚇力道 只为严防台湾从法理独立 才刚进入2024 两岸再次表明主权底线 总统蔡英文重申维持现状 是反击在业党 还是定调路线延续 我赖清德不逼不抗 会带领国家维持现状 守护台湾稳定两岸 给人家讲他是跟蔡路线不一样 我个人倒不这样认为 因为基本上赖富过去 其实已经多次的宣誓 对于北京而已 他当然一定会是对赖清德 比较不放心 蔡英文他的从政背景 一开始是在国民党的一个政府里面从政 跟李登辉本身的一个路线 是相当的一个接近的 但耐心得是从一九九年代 大概前半夜才开始从政 那时候刚好是民进党的内部 最去最有那种台独意识型的那个时候 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一文 是否凌驾于台独党纲 去年十二月初 格莱伊等知名学者 在美国外交期刊 外交事务的发表就曾引起激变 不过同为政党的中心思想 蓝英似乎不再主动 把九二共事当定海神针 证监会 辩认会 都是在 他是在被问的时候 他才能够收到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任何的定义 一应都有一句话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北主张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 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大陆 中国一部分 但全世界有谁会否认中国大陆 是中国一部分 没有人嘛 依照国内的现况 清中违背主流民意 台湾能否冲破外交困境 是侯康重启对话 往来支票最直接的验收 那不要选边证 是否就能解决问题 其实最近柯文哲 是没有在用美中等据 他现在讲的是说 台湾要做一个 美中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而不是旗帜 我就坦白讲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因为他并没有讲 他要如何去做到 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 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 必须对抗的时候 还是要对抗 以尊重为前提 不排斥接触 柯文哲提五个互相 喊出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但怎么落实 美方也还在观望 柯文哲因为他只有做一个市长 没有做中央政府的职位 对不对 反正柯文哲很多政策 他说他是以事物为主 practicality 然后他是会走中间的路 所以美国目前只能猜 他的大陆政策到底是什么 做决定的是台湾民众 解读却在路方 在这状况之下 专家认为年底的美选 又是令台海情势巨大变因 因为如果拜登连任成功 那美国的政策对中国 包含对台湾的政策 会是有延续 他过去三年多的政策 但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同样的幕僚团队回来的话 那他们对中国一定比拜登更强硬 而且会更犹豺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三党候选 其实都在讲亲美 美国关切的是 谁当选的是不是会导致台海爆发战争 但我相信美国应该很没办法了解 会不会爆发战争的问题 不在台湾这边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 习近平觉得他死里共狗 过不过用武力拿下台湾 两岸统独吵了又吵 三方路线其实差距旨在核心价值 选前是巩固基本盘的必要口号 选后对于区域和平 却举足轻重 台中一名红姓女子呢 她在喝完尾牙之后 喝酒开车 结果没想到返家途中 失控撞车翻覆受困 警察用血液来酒测 结果酒测值高达了0.95 车辆直行渐渐往右偏移 在撞上停在车阁内的蓝车车尾 接着整台车翻覆四脚冲天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中市镇路上 凌晨2点多42岁的黄姓女子 在公司尾牙餐序上喝酒 酒后没有请代驾 开着自己的白色休旅车要回家 途中就撞到停在路边的一台特斯拉 瞬间翻车倒在路中央 警方或不到场将受困女驾驶救出 但是他牙齿断裂无法呼气九侧 马上将人耸移治疗 也透过血液检测九侧值高达0.95 吃完尾牙就出事 女驾驶的同事马上来帮忙 但他们表示不清楚事发过程 事后警方也马上请来拖掉车 把肇事的休旅车翻证拖到路边 而最大撞击力下遭撞的特斯拉 车可凹陷车轮破损 根据统计去年十月到十二月 台中警方总共取缔 一千八百五十五件酒驾 索性整起案件没有波及无辜的民众 虽然一月还没统计结束 不过喝完酒侥幸上路 女驾驶除了面临高额罚款外 也要赔偿特斯拉维修费 台中大理发生了一起车祸 民宅监视器拍下 当时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 结果没想到肇事的车却突然起步 而且撞了第一次之后 又接着踩油门撞了第二次 前方红灯 乡行车在黄色网撞线前停下来 后方一辆白色保时捷 本来也停下来了 但怎么回事 前方车不动 他却突然往前撞 撞第一次了 乡行车被追尾 被撞的驾驶还踩了一下刹车 后来开门准备下车查看 但后方这辆保时捷 怎么还是踩着油门 往前挤压撞击 乡行车驾驶直觉反应踩刹车 却被对方一路挤挤挤 推撞进右侧民宅 造势的保时捷 油门这时还是没松开 又往前跨双黄线 逆向撞上两辆行驶中的汽车 造成三个人受伤 而首当其冲的是计程车 车头被撞到严重毁损 意外地点在台中大理区 新人路一段 12号上午7点左右发生车祸 波及旁边民宅 自来水管也被撞断 从这里断掉啊 从这里断掉 对啊你里面关掉也没有用 然后就是直接水就坑成高啊 警方调查开保时捷的肇事驾驶 重姓男子44岁 没有酒驾 自称是汽车装修业 他跟警方说自己是前一晚太累 疲劳驾驶才会撞车 但就算睡着 在撞了第一次后 也该清醒了吧 怎么持续踩油门 往前挤压推撞翔行车后 又逆向撞两车 警方转述 肇事驾驶说自己撞到第一下 因为太慌张才会又踩油门 撞击画面还原 这肇事比例与责任 恐怕得全赔 日前在台北市台大校区旁边 有名男子呢 一次被两名抢匪 抢走了360万元的现金 但是被害人居然过了十个小时 裁区报案令人匪夷所思 黑衣男把腿狂奔 不时回头看 后方紧紧跟着两名男子死命跑 就怕追丢人 到下个路口还是被追上 整个后背包都被抢走 原来不久前 这两人在附近徘徊 早就被人察觉不对劲 就是有一台车停在这边 然后有两个年轻人下车 然后就一直走来走去 就怪怪的啊 就觉得好像在找什么一样 对 就看起来好像 就是真的怪怪的 男民嫌犯呢 当时就在这市场里头下车 在周边埋伏 至少30分钟的时间 等待这个被害的出现 在这过程当中呢 甚至还到早餐店用餐 事发在台北市丹安区 附近是学区 有中手学 也临近台大受区 两名抢匪光天化日下 当街行抢 上当嚣张 警方调查被害人是41岁 正姓男子 从桃园北上报案 公称替朋友拿东西 打开袋子才知道是钱 但上午11点半被抢 晚上9点半才报警 中间相隔了10个小时 而就在抢案发生不久后 下去派出所获报 有人投资被诈骗了300多万 不排除这些现金 就是诈骗赃款 怀疑被害人不愿交给上游 才找朋友演出抢劫戏码 疑似策划炸团黑吃黑戏码 但双方都不是台北人 为何又要挑在这 类似情况在案发隔天 也发生在中正区 博安特区附近 粉衣女带着230万元现金出门 被两名男子一人问路 一人趁机抢走包包 在案发三手时候 被害人才报警 对于案情也不肯招待清楚 但连续两天发生了百万抢案 台北市似乎也成了车手 另类的犯罪天堂 TV的新闻黄金国家 阿满叶宜均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